大家好,我是队长 漫威假如2的第一集 假如星云加入星星军团已经开播 假如第一季我个人非常喜欢 作为一部主打脑洞的系列 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第二季都讲了哪些故事 以及质量到底如何 按照老规矩,为防止有观众不理解故事 我会先拉一遍剧情 并在过程中传达细节彩蛋的解析 下面我们开始 第一集的故事翻在山德尔心的一个雨夜 星云正看着地上涌渡的尸体 看人冒着青烟的后背 显然涌渡刚遇害不久 星云还在思索这起谋杀案的原因 突然星云军团赶来 领队的是贾森萨尔 盈护意中就是他逮捕了盈护的所有人 最终在抵抗罗兰中牺牲 虽然电影里他是一个英雄 但是这个宇宙里面看起来十分的混蛋 贾森立刻下令封锁现场 并且还不忘阴阳怪气 对星云嘲讽了一番 从两人的对话可以得知 星云如今已经不是灭霸手下黑暗教团的一员 而是星云军团的一名士兵 这里提到的黑暗教团 是灭霸组建的一支军事化组织 复联3登场的四名大将 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而珊达尔是星云军团的母星 盈护1的结局 辅着守护力量宝石 结果在盈护3还没有开始就被涂了 力量宝石也因此被灭霸抢走 总之在观众还没有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我们的老光头 观察者如约而至 并且还带来了熟悉的片头 不过在第一季片头的基础上 漫威还是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 在第一块碎片过后 第二块碎片上全是第二季的画面 我们随便看一下 就能看到小卡莫拉 红色卫兵 傀儡娃娃 高天尊的女保镖 卡霍里 霍华德·史塔克 洛基 小星爵 尚气的老妈 星云 海拉 黑寡妇 史蒂夫 卡特队长 马维尔 尼克弗瑞 鼠尼 汉克皮姆 钢铁侠 东斌 奥巴迪亚 托尼 以及高天尊 而这些都将是在第二季中登场的角色 灭霸 灭霸被罗兰击败 逃跑时只带上了卡莫拉 而星云则被丢在了宇宙 任其自生自灭 万幸的是 星星军团的指挥官 伊拉尼·雷尔救下了星云 并邀请他加入了星星军团 为报答救命之恩 星云洗清革面 成为了星星军团的一员 并发誓保护山达尔和上面的人民 而说实话 这集一开始啊 我确实有些绷不住了 灭霸日常被黑不说 我这都落了个闷了 一个灭霸加卡莫拉加星云 怎么就干不过一个罗兰呢 甚至被打了丢盔器架 连一个女儿都不要了 只能说啊 星军的含金量还在不断攀升 不过如果硬要圆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始终啊 假如系列本就是发生在其他宇宙的故事 或许这个宇宙的灭霸就是比较垃圾 或者罗兰就是和灭霸一样强 因为在星云的描述中 罗兰是和灭霸四军逆敌的对手 在击败灭霸后 罗兰带着大军准备入侵三达尔 危机关头 星云军团的指挥官下令开启防护罩 成功将罗兰大军拒之门外 但也因此 让三达尔完全与外界隔绝 随着时间的发展 三达尔的问题也开始显现 但即便如此 星云依旧决心保护整个星球的安稳 对于这次永渡之死 星云认为 比起找到凶器 更应该从永渡自身寻找线索 而刚才并没有在永渡身上 发现他的哨剑 于是 星云调出来一段过去永渡的录像 凭借录像中永渡的哨声 成功将哨剑引出 并且 星云在哨剑内 发现了大量复杂且精密的图纸 很显然 永渡之死与这些图纸密切相关 但奇怪的是 星云调查了三达尔所有的系统 都没能找到任何与之相关的线索 而就在这时 指挥官传了消息 并且还能星云切换到 不会被监听的安全频道 但星云照做后 指挥官告诉星云 永渡死于一股新崛起的黑暗势力 他希望星云探明真相 哪怕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听到这 星云的目光有所迟疑 但很快便答应了下来 为了寻找线索 星云来到了一间酒吧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老角色 格鲁特是这里的荷官 仇人米克在这里是厨师 还能看到玩老虎记的德拉克斯 最后是担任酒保的舌头人扣格 在他的指引下 星云找得他酒吧的老板 霍华德怪鸭 在他身边还有一个所谓灵人 和一个克罗瑞安人 赶走周围的人群后 星云拿出了烧箭上的图纸 想询问坚多识广的霍华德怪鸭 是否有线索 但霍华德怪鸭对此也毫无头绪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克格却一言就认出 这是珊达尔核心的图纸 其中就包括了 能够关闭防护屏障的原始密码 显然有人想偷取图纸 打开屏障 协助罗南入侵珊达尔 发现凶手的目的后 星云决定抢先一步 他也是金队一的反派 为了将永罗格带出监狱 星云放出了监狱里所有的囚犯 实际了一波迎合 会对一里面的监狱大战 但可惜的是 今在程度差前者一大截 接着在永罗格的帮助下 星云顺利潜入了三大尔的核心 通过将自身和核心电脑相连 星云成功将原始密码 下载到了自己的脑中 然而就在星云准备断开连接的时候 永罗格却突然将一块芯片 插入了星云的脑袋 接着便让原始密码转存到了芯片内 原来永罗格其实是罗兰 派遣到三大尔的卧底 而这一切都是罗兰的阴谋 并且永罗格还在星云体内植入了病毒 星云眼看着密码被抢走 而自己则因为病毒的影响 暂时现了瘫痪 待永罗格离开后 整个房间都被水清满 星云只能转而从通风管离开 但在过程中 星云拼尽全力才逃出了升天 可没有想到刚拖离了危险 永罗格和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真正的幕后黑手不是别人 正是曾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星云军团指挥官 伊拉尼·雷尔 言见自己引暴露 伊拉尼坦白了自己的心路逆程 原来当年防护罩确实是他下令关闭的 但经历了长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伊拉尼也逐渐无法忍受如今的三大尔 并且罗兰承诺 只要他打开防护罩 他依旧还可以担任三大尔的统治者 于是伊拉尼彻底滑向了侵略者那边 他故意让星云去接触永渡的案子 是因为只有机械生命体的星云 才能从核心内获取原始密码 在解说完自己的东西后 指挥官便招呼手下处理掉星云 然后自己便离开了 而星云虽然被挡得遍体鳞伤 但他依旧刷出了空气 成功跳崖逃生 伤痕累累的星云走在街道上 四周都是市民推翻新兴军团的身影 同时还能看见 塞罗尼亚人 暗精灵 斯奈伯人 阿肯人 好不容易星云才回到了 霍华德怪鸭的酒吧 在发现中山的星云后 中人将星云放到了 银护三火箭同款的真妖床上 很快星云就完全恢复了 并且在星云的劝说下 成功获得了霍华德怪鸭这位盟友 在他们翻出的武器中 可以看到星爵的双枪 所有人全服武装 而且星云还穿上了 永渡同款的风衣 还戴上了永渡的鱼鳍头罐 再加上他蓝色的皮肤 活脱就是永渡2.0 至于霍华德怪鸭特刚榜的红色头戴 至今的阵势石太龙的蓝薄 很快 中人一路杀到了星云军团的主控室 在大门外 格鲁特用手臂消灭杂兵的这段 也是致敬了银护一 在飞船上的大战 可星云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护盾此时已被开启 罗兰的飞船已开始驶向山达尔 就在指挥官嘲讽星云 希望他加入自己时 一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刚打开一刀口子的护盾 再次合上 刚好将罗兰的飞船夹在了中间 很快 就在所有人不可知心的目光中 罗兰的飞船爆炸了 这时指挥官才意识到 星云在原始密码上做了手脚 而星云也吐露了计划 原来 在指挥官第一次联系他时 他就意识到指挥官已经叛变 因为星云军团的誓言是光明磊落 但指挥官却让他不择手段 于是星云从那时起 就在为这一刻做准备 眼见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双方展开了大战 有一说呀 说星云军团是宇宙第一养老院 还是真的一点都没错 那么多人 那是被这五个人给杀穿了 扣格还将永罗格和贾森萨尔一起举起来 来了一个绿军人摔2.0 至于指挥官 他原本是想驾驶飞船逃跑 但是被星云阻止 最终他们一起掉在了屋檐旁 星云本想将他救起 可不定要指挥官气急败坏 朝星云开枪 没打到星云不说 自己反而被后桌里 真的掉下了高楼 故事的最后 星云打开了防护罩 阳光再次洒在了三拿尔心上 记忆预示着星球的复苏 也相对着星云作为英雄的新生 到此本集就结束了 说实话 虽然这集重点刻画的星云 作为一名心电坚定的守护者 在这招都是罪恶的情况下 坚持了一颗本心十分的可贵 但整体看下来 氛围却十分的压抑 这是因为这一集 资金了许多赛博朋克体材的作品 最著名的当属 《营疫杀手2049》 故事故意将时间地点 设置在了封闭的三拿尔夜晚 就是为了营造昏暗混乱 四处霓虹的景象 压抑的社会和沦丧的道德 再加上星云本就的改造人 肉体和机械的结合 都充斥着赛博朋克的影子 也是因此 星云从头到尾 几乎都没有感情的波动 几乎都是刻意压低着身影 用大量内心的独白 来填充整个剧情 而我之所以不喜欢这一集啊 除了我个人对这种氛围 烘托不太对胃口以外 最主要的还是剧情打木的粗糙和漏洞摆出 首先既然这个护盾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这么对付罗兰 非要等到最后 用这种看起来十分傻的方式把罗兰干掉 其次 在故事的设定里 三拿尔在护盾中整整五年 罗兰应该不可能整整五年都在护盾外守着吧 他们的燃料总有耗尽的一天吧 难道三拿尔就不能趁他们不在的时候 放出消息去摇援军来吗 而且最让人搞不懂的是啊 这个护盾居然连指挥官都没法关闭 只能让星云到那个什么核心里面去翻找密码才能关闭 仅凭这点就已经很不科学了 而最让我蹦不住的啊 就是罗兰的飞船被互断夹暴的这段 罗兰整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甚至都怀疑啊 这到底是不是个假人 不会就是像田地里面的稻草人一样 纯粹就在这里吓唬人的吧 而且还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情节 星云在得知原始密码的时候 他的第一想法不是上报 而是选择敲敲销毁 最后好比啊 你发现强盗知道金库钥匙放在哪里 你不但没有把这个消息上报给警方或者领导 而是自己决定先把钥匙给偷出来 然后自己吃掉 这不是缺心眼是什么呀 啊当然 这也可以解释为山大尔这时已经堕落了 星云不知道谁可以相信 所以才决定铤而走险 或者也可以解释为这一切都是星云的计划 而且我也相信啊 编剧原本应该也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剧情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实际观看下来的话 我其实觉得整体有些平淡和乏味 除了在酒吧的戏还算有趣外 其余部分我感觉啊 就是星云一个人在用很低沉的声音在念台词 当然啊 我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好啊 其实像爱死机里面啊 也有许多主角自我对白的故事 我能感觉到 编剧和导演是要模仿那种风格 但总而言我感觉有些违和 或许是因为漫威只学到皮毛 还没有参悟精髓吧 虽然我对本集星云的刻画十分的称赞 但对这一集呢 我确实觉得有些欣赏不来 或许这对风格的爱好者会比较喜欢吧 最后我会从剧情团的角度来解释一下 之前我提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罗兰为什么一语不发的问题 答案很简单 就压根就没有他的配音演员 这里就需要说一下贾如2的创作背景 贾如2原计划是在去年年底就要发布的 但是由于阿龙所在任时期 把动画部门搞得一团糟 直接让动画部门险些破产 据说当时的动画部门 从那连画师都请不起 人自己拿了电影里面的实景画面 来手工临摹绘制背景 而这导致当时的制作经费十分的有限 自然也就没有钱来请李佩斯来为罗兰配音 而且不仅是李佩斯 我们来看演员表就能得知 格鲁特以及女指挥官 也不是范迪塞尔和格伦克罗斯配音 因此大家如果觉得剧集突然有些经费不足的话 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还有人说第一集只是开头 稍微平庸一些也无所谓 但我个人却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假如本就是一个相互独立的单元剧 如果每个的故事都讲不好的话 那这个信念的逆足之本就不存在了呀 而且就算是假如一第一集的卡特队长 我觉得观感也比这个集好上不少 在此只能希望后面的八集故事能够继续努力吧 那以上就是假如二第一集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喜欢还是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